今天是双十节 是中华民国113周年 在台湾当然是有不少庆祝活动 其实早在三天之前 原来赖清德跟普京是在同一天生日 他们两人有着共同的话题 就是中共为什么非要拿下台湾 却对被俄罗斯侵略的领土放着不管 台湾方面在说出了这番话之后 搞得中共十分之尴尬 不知道去怎样反驳 不敢吭声 但是俄罗斯却忍不住 俄罗斯的发言人马上跳出来说 我们当初已经签订了合同 是你们中共自己主动放弃了 而中共当然是不敢出来承认自己是汉奸 但是在前一阵子 他们终于忍不住 因为俄罗斯在不断要求中共表态 你已经签了合同 你必须承认 因为中共从来都是不守信用 签了的合同都被当成是历史文件 而俄罗斯当然也不会善罢甘休 所以中共的大使只能出来当坏人 说我们不会收回那些地方 西伯利亚又冷又没有资源 送给我们都不要 实际上它是在胡说八道 西伯利亚的确是很冷 但是不是没有资源 西伯利亚有大量石油的天然气 如果中国拿到了西伯利亚 就不需要跟外面买石油了 自己开采就可以了 所以中共不是汉奸是什么 而中共的这帮汉奸居然又在干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事 当时斯大林生日 中共在天安门挂上了他的大型画像来帮他做生日 还有在斯大林死亡的时候 也是在天安门挂了他的头像 帮他做追悼会 真是孝顺到不得了 这一回中共有大量的黄鹅孝子在为普京做生日 事发的地点是在广州 当局用了几千架无人机在天空做成了普京的肖像 上面用英文写着 生日快乐总统先生 当然这个总统是真的 虽然是用独裁手段 但是好歹也算是民选 是由他的渔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 所以这个国家的苦难可以说是应得的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中国表示感谢 对于中国向普京总统致以生日祝福的画面 他表示感谢中国的朋友们 都知道拉夫罗夫一直都是非常嚣张 但是对他们的军火库被以色列炸了两次 而且还炸掉了他们的空军机场 他却连屁都没有放一个 他在早一阵子还不断叫以色列停火 撤出南黎巴嫩 要停止对真主党的恐怖战机 结果在被炸完之后却不敢出声了 所以纳夫罗夫这帮人根本不是人 而是垃圾 而中国当然是垃圾中的垃圾 居然会去为侵略者 为这个纳粹头子做生日 前两天我们发了一条帖文 有一个大陆的志愿军去了俄罗斯当故佣兵 结果就开始抱怨 他说连装备都没有 也没有给我们食物和水 结果我们扶着受伤的战友 徒步走了十多公里 他们去把我们当成了逃兵 抓了回去之后又马上被送上战场 而且还没有工资 我们自己要贴钱 可惜他没有觉醒过来 不然他就会说 一开始是打算来帮你们俄罗斯打纳粹 结果原来你们才是纳粹 中共是最大的纳粹 而普京是第二大纳粹 所以这种人惨悲洗脑 以为自己在做的事是正义的 最近在大陆的民间还发起了为伊朗筹款 他们捐钱给伊朗 希望伊朗可以拿导弹射来打自裂 我认为应该要把这些话 要用希伯来文翻译出来 然后把中共列为敌对国 把中国的元首列为斩首对象 只要把中南海的七个小矮人全部斩首 这个世界就会恢复和平 当然还包括在克里姆林宫的那几位 什么格拉西莫夫 拉夫罗夫 邵伊古等等 全部都应该斩首 所以以色列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真主党在前两天召开了一个扩大会议 出席的人要么是包着头 要么是包着手指 没有一个人的手指是齐全的 还有的人包着脚 或者是包着腰 十足时的一个伤残大会 整个会场的气氛十分搞笑 我看了那段影片之后 忍不住笑了出来 所有的人都是满身纱布 没有一个完整的人 除了主席台上面的那几个领导之外 下面没有一个人是完整的 包着手的只看到两三根手指 大部分的人两只手架起来都不够六根手指 那以后还怎样拿枪 只能够去发射火箭炮了 而且是要两个人合作才行 跟完二人三组差不多 中共是不折不扣的汉奸 中共在1931年11月7日成立了中华苏维挨共和国 插一段广告时间 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还没安装VPN的观众 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 当时他们侍奉列宁为祖宗 把列宁的头像印在钞票和硬币上 所以他们很明显就是在认贼作父 中国人从来都有着认贼作父的传统 因为当那个贼当你父亲的时间长了 你就真的是要认贼作父 苏联和俄罗斯本身就是贼 他们抢夺了中国最多的领土 八国联军中最美品的就是他 所有国家都撤军了 但是唯独只有他不撤军 结果现在的中国人大部分都是认贼作父 上职领导人 下职普通的泛夫走卒 特别是那些大学生 个个都当他是亲爹一样 试问这样的国家和民族哪里会有希望 所以以色列真的是应该彻底把他们的那几个领面人斩首 让那些拼命再舔他们的人彻底被打脸 中共这个孝子真的是孝顺的无可挑剔 还在帮普京助寿 要知道现在全世界已经没有人会再管普京这个毒夫了 他有可能快要死了 在10月9日还传出了一件事 就是在莫斯科当地时间晚上 突然有一大队警车和救护车驶到了克里姆林宫 传言是普京吐血 要紧急送院 另外还有一个更夸张的传言 说是梅德维杰夫喝醉了 拿棒球棍来殴打普京 导致普京受伤 我认为这不可能 梅德维杰夫可是普京最防范的人 所以这是绝对假新闻 一听就知道是假的 因为普京不可能让他靠近 别说是棒球棍不可能 就算是他脱得连内裤都不剩 也不可能靠近普京 因为普京不会让你靠近他 所以那一定是假新闻 但是为什么会出动那么多的救护车和警车 这一点还不得而知 直到现在都还没有任何的外媒 报道这件事的内容 只是由警车路过而已 说不定是普京把梅德维杰夫胖揍了一顿 是普京拿棒球棍 打得梅德维杰夫血肉模糊 救护车是来接他的 这个可能性反而会存在 但是如果说是梅德维杰夫打了普京 就绝对不可能 普京是故意把他头衔置散 因为他怕被取代 你当过总统 你当过总理 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对我图谋不轨 所以面对独裁者很简单 那些什么神权 或者是独裁政权 你只要把他们的肥手消灭掉 整个组织就会瓦解 所以我们要的是有制度 不是要有领袖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对部份的人 这个人会不会感觉 我怎么会会 我这个人会有很多 那边 keys 我今天没想到 那边 你 我